我們看這題 他說,座標平面上 這個是泡物線 跟這個直線相切 那麼它會切遠在那裡 這裡有些選項 在左上、歪左上等等 好,我們現在來看 如果這個跟這個相切的話 把它連立的話 那就只有一個解 也就是說 AX 平方加上 BX 等於AX 加 B 我現在抽焦點 那我就得到什麼呢? 得到一個二次方程 AX 平方 加上多少呢? B 減 AX 再減 B 再等於 那因為它相切 相切的話只有一個解 也就是這個二次方程 它會重根 也就是說 判別是 等於 B 減 A 的平方 減 4 AC 再加多少呢? 4 這個乘以這個 AE 這個要等於0 等於你這個合併的話 等於多少呢? 是 B 加 A 的平方 等於0 也就是說 這個 B 會等於負 A B 的話呢? 會等於負 A 那 B 等於負 A 的話呢? 我就把它給帶進來 帶進來的話 那它相切的話 我現在找到一個缺點 現在是 Y Y 等於 A X 平方 減掉 B X 現在是減掉 A X 因為 A B 等於負 A 那直線是 Y 等於 A X 減 A 那我現在求切點的話 我就求那個切線協律 切線協律 拋線的切線協律 2 A X 減掉 A 這個協律的話 要等於 A 因為它相切 切點的話就在上面 那所以 那個切點的切線協律 是等於 A 這等於 A 那這樣我就可以求出 X 那這樣我就曉得 2 A X 減掉 2 A 等於 0 所以就得到切點 切點就 X 等於 1 那 X 等於 1 的話 那 Y 等於多少? Y 等於 1 的話 那 Y 等於多少? 那 切點的錯標是 10 那切點的錯標是 10 所以這個錯標在什麼? 在銀手上 所以答案應該選1,再一個左上 那在Y左上,這個通通不對,其他通通不對 所以答案的Y應該選1 這一點缺點的話在Y左上面 所以答案是1